争议多时的苏化公路改善计划终于在去年通过了环平 并且在今年1月正式动工 不过有学者专家认为 公路总局在施工的过程还有改善空间 而公共工程委员会主委李鸿源今天则说 苏化公路改善工程虽然有完工的时间压力 不过细节不能够马虎 尤其施工路线又偏远人人又稀少 所以要做好防灾救援规划 苏化改今年元月起陆续动工 为了达成三年内完工的目标 公路总局决定以开挖新隧道的方式施工 不过有学者认为开挖新隧道将会增加工程界面破坏环境 因此建议公路总局应该利用既有的观音隧道做扩挖工程 不但能减少工息还能降低对环境的破坏 这个既有的隧道呢 把我们过去写隧所遭遇的困难 另外学者也建议苏化改工程应该采取国际标招标 由一个国际团队同胞而不是分散事发包 因为这样才能引进世界最先进的工法 让苏化改能够在三年内完工 至于环境监督小组 十七名成员中只有两个民间团体代表 学者认为根本难以监督 对此公共工程委员会也建议公路总局 应该将整个施工过程透明化并主动公开 此外李鸿远也提醒苏化公路改善工程 虽然有完工的时间压力 不过细节绝对不能略过 如果交通部遇上问题 工程会很愿意帮忙争取更多的时间和空间 另外苏化改的路线比北宜高雪碎偏远 很多路段都是人烟稀少 一旦发生重大公安意外或事故 救难人员根本无法立刻到达 因此一定要提早规划因应 记者为了林国黄特会报道